他用更新的一个版本 然后呢可以开始做一些手势的辨识 对那我觉得真的是比较越厉害 好那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什么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就是跟建筑师学习跟非建筑师学习 那建筑师学习就是有标准搭的 非建筑师学习是没有标准搭的 ok 然后那他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用teach grammar 去做建筑师学习 然后去训练你的模型 然后这个是他的过程 那等一下我会带一些实作给大家 那我直接实作给各位看一次 好那像比如说这个是 呃就是各位就是可以去搜寻teach grammar 然后拿下去之后 拿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 我觉得他好玩的地方就是他可以结合 那个google频道影片 就是你训练好的东西都可以通 对 对 然后就按get start 那他他总共可以训练三种 就是以向的声音的跟指寒的 好 然后他这里好处就是他的标准模型跟 那个所谓的单性变动模式 那我今天我今天用的是 是属于标准模型 那标准模型 其实我这边已经没有训练过 训练一个 好那我之所以觉得他很好玩 是因为 像我们在就是我带学生做这个teach grammar 训练的时候我都跟我讲说 你要训练一个你自己的背景 然后再来就是你 你要训练就是 你再去直接取一个资料 比如说我今天训练他是 比如说最好的 比如说剪刀石头不好 我就训练三组的模型 那下面你在训练的时候 就是他一开始 预设只给你三个 那如果你要新增的话 就可以用add a class 那他这边 好处就是 你可以直接用手机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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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你要训练的东西 然后呢再上传到原本一点 那这是可以用上传的方式 那你可以用那个webcam 就是你的美电自己去接 那他的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去设定就是 他有一开始预设是 按下注按下这个按钮 然后就可以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大标准 所以我都直接设定他就是 只要等一开始delay两秒 就是给你预设就是先休息两秒钟 然后之后呢 开始用录六秒的方式 那这个好处就是什么 就是你每次在接取模型的时候 就是数量是差不多的 数量是差不多的 那我会跟同学讲说 就是这个训练 你在训练这个模型的时候 你一定要 你不能只能训练十六张 训练十六张跟我一起讲 至少要训练到一百多张 甚至两百张 如果你要跟精卷 那至少要训练到五百张 然后训练完之后呢 训练完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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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是什么 然后训练完之后 就是会进入到这个taining model 那taining model 它全部 它不是走线上 它是走你本级的 好 它走你本级 就是本级训练完之后 然后再上 再上场它的云南平台 然后最后就会长这样 好 最后就会长这样 它就是会 就是用 模 就是你可以去 模拟 那这边就会有那个百分比 那边跳下去 就可以去训练它 你这模型的百分比 比如说是布 就是剪刀 这是石头 就是它会有那个百分比 它就是 你会看到它这个在训练的时候 它是 其实就是你可以去调整你的 一些所有的模型 那如果你发现 诶 这个模型一直跳下去啊 这明明就是背景啊 那 你可以 你可以重新的再训练它 就是你可以 全部的再删掉 然后再重新的再录 然后直接按底扣 就是开始录 然后在录的时候 就是跟他同样 让他知道 这是背景 然后训练完之后呢 训练完之后呢 训练完之后就安全 那这个过程里面 你都不能去删 就不能关了盒的石窗 你就当着 等在这里 就只能等 它其实不会很慢 它蛮快的 它蛮快的 又蛮好玩的东西 那你训练完之后 你训练完之后 你就可以去调整 OK 好 那 我之所以说 它是这个 很好玩的 是因为 它这个软体啊 它这个软体叫做 PIC 2 Plus 它这个我觉得 蛮好玩 就是 它已经支援很多很多很多的 的东西 然后 你训练完之后 它就会干什么 就会比较好 就会比较好 好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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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石头 好 假设我们今天训练好了 我就要去输出 那因为它这个 TIC 2 Plus 它是属于线上版模式 所以 所以你可以就是 因为我刚刚已经更改过 所以我要 对 就是去更改 它的那个 模型 所以 我 它上传到 它的 它就会 下面就会跳出 这个连结 好 那 这个连结就是 要复制的连结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文道友 来 来 玩一次给大家看 我觉得 这是蛮好玩的东西 好 第一开始 它就是告诉你说 你现在要玩什么 它可以玩Python 可以用Blocker 也可以用模式 也可以做ARE 我觉得都蛮酷的 好 我们用方块 因为这个 比较对国中生来讲 它比较熟悉 那Python 它根本就是 蛮长的 我试过一次 我蛮多神奇 放心 放心 好 然后呢 如果你要加那个 有关AI的部分 就是在这里 积极学习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很酷的部分 它多了一些这个 手势的练试 肢体练试 这是 这个是新版 我刚好聚 我刚在 就是 在来的时间 就先 就看它 用什么新版 就会 多了一个这些东西 就是它可以去辨识 手指头的位置 然后 它就是 左右都同时 只要手一起夹 它就会 就是 就那个 所有的那个 都 帮你辨识好 然后你只要 它可以去分辨 因为你这个是 X爪的在外面 就是觉得 好玩 我刚改天 我们再 就是 好 然后你按 Machinery 之后呢 我们就要看 它已经上枪完了 OK 好了 我就把这个 这个东西 去 复制起来 然后呢 复制起来之后呢 就到这里 这边有个叫做 加载东西 然后 加载东西 然后就把它贴上 然后按 载入 它就会 它就很酷喔 你刚刚所有的 这些东西 的东西 通用都在里面 然后就开始开始用 好 然后 呃 它这个 很酷的地方就是 你一开始要 你如果想要 你想要让它 可以变成 你可以 就是从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教学生 怎么去 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 用这样 去说出 去说出 这个 类别 好 那它通常就是 从这个镜头 从镜头 去读书你的类别 然后它这个 好玩就是地方 然后它也可以 用平台 也可以用造型 也可以用被子 去做辨识 这是最酷的地方 也就是说 你用照片的剪刀 它一样可以辨识出来 这是最酷的 好 那我们从镜头开始 那我就可以开始去 去辨识它 然后它就会 它就会 好 它就会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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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就因为我刚 我刚刚 我刚刚 你那只什么 你那还关掉 我这我已经关掉了 你干什么 对 然后再 再 然後只要這樣執行 他就會 他就會開始 他就會開始去辨別你的類別去玩 然後你就看到他 然後就可以開始玩一些CD好玩的東西 然後我後面就 就就是用這個部分 用這個概念就是去帶一個 帶一個 就是 剪刀石頭布的這個AI game 然後這個 這個部分就是 嗯 Computer 是這樣 他會一直不斷的切換造型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另外一邊的是Player 那他會去辨識它 然後去做一些 資料的處理 然後就可以開始 剪刀 剪刀 對 還是剪刀 就是剪刀 石頭 好 他就會去切換 他就會去切換你的那個 就是Player會去切換你的造型 然後就可以讓 就是讓國中生去很簡單去接觸 接觸式學習這個部分 好 以上是我的剪刀 給我分享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謝謝 好 下一組是 我們的 朱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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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